大家好,我是星君 今天介绍三个老大爷合伙抢银行的犯罪电影《三个老枪手》 故事开始,退休在家的老乔连续几个月都没收到养老金 然而乌漏偏逢连姻语,他用房子做抵押贷的款也一夜之间翻了倍 由于老乔都是用养老金还贷款 现在养老金没了,贷款利率还翻倍 老乔没能按时还款,并收到了银行的黄色警告信 他气势汹汹地找当初给他办贷款的业务经理理论 经理告诉他,当初你办的是引诱利率活动 什么叫引诱利率呢?就是办的时候利率很低,但后期有可能会涨 老乔则清楚地记得,经理曾保证利率涨的可能性很低 然而经理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耸了耸肩,说了句木已成舟 而且黄色信封并不可怕,红色信封才是动真格的 到时候银行会收缴老乔的房子 老乔非常的愤怒,就在此时,三名劫匪突然闯入了银行,开了几枪 他们让大家学猫四脚朝天躺在地上,并开始让收纳员往箱子里装钱 不过老大看老乔一把年劲,就没让他做那个高难度的动作 还随口说了句,照顾老人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在得知经理要收缴老乔的房子后,老大还抢走了经理的钱 帮老乔出了口恶气,经理直接被吓尿了 而老乔则被劫匪折服 自己上了一辈子的班,还不如劫匪一天挣得多 完事后,老乔将劫匪脖子上有纹身的事告诉了警察 但警察并没当回事,所以到最后警察也是没抓到人 正老乔更加崇拜起了劫匪,他回去后就跟家人吹嘘了起来 但吹嘘归吹嘘,老乔的日子却不好过 他有个离过婚的女儿,是名护士,薪水很低 只能带着孙女投靠老乔,想让孙女在这里接受更好的教育 所以一旦房子没了,祖孙三代都要沦落街头 接着,老乔又向两位老友威力以及亚尔吹嘘 他说,那三名劫匪冷静的可怕,行动精确的每一秒 简直就像跳舞一般,行云流水 两位老友也没太在意 随后,发放养老金的钢材公司负责人召集了老乔等退休工人 并说,公司已经搬迁到了越南 由于美国没有车间,所以他们没有义务再发放养老金 这种大家都非常的愤怒 由于三人都是靠养老金活着 一旦停发,连饭都要吃不起了 老乔建议请个律师将他们告诉 而心直口快的威力则说 可能还没等到宣判结果出来 我们就已经挂了 晚上老乔回家时,银行给他寄了红色信封 看来他们要动真格的了 而这段时间,威力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的肾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肾透息已经没有效果了 医生建议威力要尽快接受肾移植 否则就没几天活动了 但由于威力年龄大,社会地位也低 所以在授捐者名单上排得很靠后 唯一的希望就是从交际圈里寻找深渊 但威力并没将此事告诉老友 家庭方面,威力也有一个女儿,一个孙女 但他们都生活在国外 威力没有钱,一年才能见他们一次 非常的悲催 三人中就只有亚尔过得比较好 虽然没有了养老金 但他有一技之长 能从教小孩吹萨克斯的兼职上 挣一些外快 这段时间,亚尔的感情也焕发了第二春 一位超市的老嫂子整天黏着他 怎么都拉不开 在威力生日之天 老乔向他们提出了自己要抢银行的想法 然而两人却全能笑话听了 老乔为了引起两人的重视 就拿出了红色信封 并说银行要收缴自己的房子 老乔认为不就是抢个银行吗 大不了就是坐牢 那里还有一日三餐 劫匪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虽然他们身体灵活 但我们有头脑,有经验啊 威力回去想了想 最终还是同意了老乔 因为他也想过更好的生活 想一年多见几次家人 然而亚尔却是死活不同意 到了隔天 老乔两人决定小事牛刀一番 先从偷超市开始 他们还拉上了亚尔 并让他当司机 两人则冲进超市 开始疯狂地往衣服里塞东西 然而在逃出超市后 亚尔却不见了踪影 原来由于他怕热 也偷偷溜进了超市 无奈之下 老乔只能抢了位老太太的代步车 并让威力坐在篮子里开始逃跑 而明明没偷东西的亚尔 也因为做贼心虚被保安逮住 一名黑妹朝老乔两人追了过去 期间威力朝黑妹撒起了面粉 场面一度失控 但在过路口时 两人还是被拦下了 就这样 三人全被送到了超市经理小黑的面前 小黑看三人一把年纪也不容易 并没将他们交给警察 而是送了些优惠券 就打发了三人 走出超市后 亚尔骂了两人一顿 就你们这样的怎么抢银行 连偷个超市都被抓 两人觉得此话有道理 并认为他们需要专业的指导 由于老乔女儿的前夫是混社会的 两人就求助起了他 这天 三人在餐馆吃饭时 威力从报纸上看到 原来刚才公司拿大家的养老金 去偿还债务了 而负责支笔债务的 正式开头被抢的银行 这引起了亚尔的不满 他立刻同意了抢银行的计划 三人在老乔女儿前夫的介绍下 找到了一位黑帮分子 老乔想让他教他们如何抢银行 而黑帮分子则可以得到 抢来钱的25% 由于看老乔态度坚决 再加上这是比零风险的买卖 所以黑帮分子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三人也没打算抢太多 大体估算了下 自己还能领100多万的养老金 所以就打算抢这些 多出来的都捐出去 接着三人做起了准备工作 他们一边接受体能训练 一边开始在银行踩点观察 黑帮分子甚至教他们如何开枪 经过20多天的磨练 终于到了抢银行的这几天 为了以防万一 老乔就将女儿的前夫找了过来 并要他负起当父亲的责任 照顾好孙女 毕竟他才是孙女的父亲 完事后 三人参加了一场慈善活动 并以此为掩护 偷偷来到了银行门口 在戴上面具后 他们冲进银行放了几枪 由于这家银行一个月被抢了两次 所以工作人员都知道怎么做 在威力说了一些狠话后 出纳员立刻开始往暴力装钱 行动很顺利 但此时 一位亚裔的小女孩 却吸引了威力的注意力 交谈之际 威力由于戴着面罩不通气 倒在了地上 天真的小女孩 想要帮他摘下面具 幸亏他的母亲阻止了小女孩 然而小女孩 还是看到了威力花白的胡色 以及他手上有孙女头像的手表 临走时 气愤的精力拿到了枪 但这家伙由于太过激动 连发竖枪都没打中三人 而亚尔也立刻还击 直接把精力吓坏了 不过他的枪也是空弹 就这样 三人有惊无险的 在警察赶来前 带着230万美金逃离了银行 老乔也信守承诺 将25%的钱给了黑帮分子 有钱的三人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高级酒店 吃了一顿好的 结果在离开时 威力虚因渗透支 倒在了地上 两人这才知道 他的肾脏出了问题 并赶紧将他送到了医院 而另一边 三人抢劫的事情 上了新闻 超市经理小黑看到后 一眼就认出了威力 因为他抢银行的步伐 与在超市走路一模一样 小黑为了领取悬赏 就给警探打了小报告 警探立刻将三人 给抓到了警局 但由于三人出奇的冷静 再加上提前做好了 不在场证明 随警探没法抓人 无奈之下 警探只能使出了杀手锏 他将包含三人在内的 七位老人同时推出来 然后要那名亚裔小女孩 做现场指认 小女孩根据胡子 以及那块 带有孙女头像的手表 立刻认出了威力 但可能就是因为 威力戴着有孙女头像的手表 小女孩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并说劫匪不在这里 三人如释重负 而警探也只能放过了三人 接着 当黑帮分子与老乔 在餐馆碰头时 他意外说出了一句 照顾老人 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老乔立刻意识到 他就是第一次抢银行的老大 正好此时 警探也来到了餐馆 但老乔并没有揭发黑帮分子 在临走时 老乔还给服务员老嫂子 留下了一大笔钱 同时收到钱的 还有养老院的老友们 三人直接送出了一箱子 老人们全都惊呆了 由于威力病危 亚尔就将自己的一个肾 捐给了他 手术非常成功 而老乔的房子 也没被银行收回 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影片结尾时 老乔还给威力 与超市老嫂子 当了订婚人 影片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 本片上映于2017年 主旨是 故与大家关爱老人 剧情很简单 但三位老爷子 精湛的演技 为电影加分不少 有动作还有搞笑 三人中 麦克尔凯恩 84岁 摩根弗里曼 79岁 最近83岁 加起来一共246岁 现在还能在电影中 看到他们 非常的不容易 最后呢 喜欢听兄弟将故事的 也别忘了想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